唐诗三百首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 刘长青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乌贫 柴门文犬沸 风雪夜归人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暮色降临 青山苍茫 浴绝路途遥远 寒冷的天气更加衬托了茅草屋的简陋 柴门外忽然传来声声狗叫 风雪夜来了我这个投诉的人 再读一遍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 刘长青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乌贫 柴门文犬沸 风雪夜归人